各位登領這麼晚 今天就只有我和大家交代幾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剛才校務委員決定了以後 香港大學開會 是有一個single solution 所以校長是不會發言的 是我和大家發言 我會講完中文又講英文 三天是想跟大家報告的 大家也知道我一直都講過 無論校務委員也好 我們都會講完中文 我們的教職員也好希望 校長可以盡化一個團隊 我們今天聽到校長 告訴我們 在最近將來 未必會找到一個首席副校長 所以校務委員決定了 在九月開會的時間 是討論副校長 這個academic affairs 和resources 我們九月會討論這個 他們的建議 希望得到一個決定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今天我們的 校務委員 今天我們那個 中央的 管理階層 是將他們的提議 關於捐付方面 他們一些建議 給校務委員會 而校務委員會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跟著 我們的senior management team 會跟每一個有關人士 講了對他們的情形 第三件事 我們一定會跟進7月28日的情形 而是我們知道 也有些是 好像是有 這個criminal offence 我們會在這方面去報警 這方面就是我們今天談的事情 我會用幾個英文 來交代一下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想要 一個整個團隊 的成員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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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son for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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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given council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action to be taken on the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the legislative elaboration council has accepted those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ill be will inform the individual's concern of the outcome of council's recommendation decision the third thing is that we are very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 of july 28th we know that there are possible allegations of criminal activities and we will report that to the police so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we discussed today the question please as i say the chair has told us that he may not reach them to the next year 所以我們要決定在下個月,9月開會的時間,討論這個副校長,這個Academic Affairs 副校長的建議 我剛才說了我們9月會談,9月會再出決定 那9月將recommendation拿上來談的時候,我們不是做過決定 為什麼我們不知?因為校長只是說他最近知道,不會交到這個名字給我們 在下午委員會很清楚,一早就接受了審計委員會的報告,和詳盡的再解釋 這次只是交了給Cinemation Team 叫他們看看會跟進怎樣做法 他們提議了跟進怎樣做法 然後接受了他們的提議 於是在這個階段我們覺得 各位都會奪落 這個是校務內面的事情 我覺得不應該和大家公佈 我們覺得有刑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報警 我們剛才開議會都是幾分鐘前 我們會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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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否應該要負責 現在關於這個 上來的事情 我想這個問題不是一個負責的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以後怎樣可以更加做好些的保安 做好些的 為我們學生也好 為我們那些 校務委員會的同事 安全最大的 做更加好些的功夫 這個我們會繼續研究 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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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看到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會在那些事情發生 我們會在那些事情發生 去跟進 現在需要做些什麼 就是做些什麼 那些事情 那些證據 那些委員 那些事情發生 是ino de la 大家亦都知道那天的問題很混亂 所以今天沒有人覺得如果是有 而我們是有證據是有刑事的 我們就會報警 那最近的情況是否會有刑事 我相信最重要是有沒有刑事的行為 大家都知道譬如在整個運作裏面 很多是外來人類出現 我們在這方面就要去報警處理 主要是有刑事的行為 會有刑事的行為 我想校務委員會從頭到尾 我們做的工夫決定 都不是由哪一方面被我們壓力而做的 今日校務委員會很清楚 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在一個團隊 給校長繼續工作 尤其是我們知道那個首富是不會很快可以有提名 所以在這樣的決定 校務委員會決定在九月的時間 我們將這個search committee的recommendation 拿出來討論 首富人選入變異會不會擔心 因為港大有這麼多政治風波 然後派派那些海外出名 我答不到 因為我自己和這個search committee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我答不到 這次不用再尊重首富 我們很清楚兩件事 上一次我們說要希望 這個首富有兩個理由 第一就是因為這個首富 和這個副校長的工作是息息相關 第二就是因為當時 校長告訴我們 有可能八月的時間可以提到首富的名 這次八月的時間是提不到這個名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提到的名 而在原則上我們可以盡快有個團隊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以拿這個問題出來討論 這是校務委會到時候會談的事情 我想我很難回答一個這樣的題目 因為要校務委會到最後決定 不過 好了OK 謝謝 我想 我想 剛才 那個 副校務委會 給了他們的建議 給了他們的建議 這些是內部的文件 我是不宜在這方面透露的